最近跟大家分享人生上的七颗极致 第一个是眉毛清秀 而且眉中藏致 眉毛清秀指的是 一头眉尾 整洁有序 非常的顺滑 不杂乱 眉毛颜色比较清秀 有光泽 眉毛代表一个人的脾气和秉性 如果是眉毛长得清秀 而且眉中藏的一颗极致的话 叫眉里藏珠 也叫草里藏珠 那么长有此致的人 一般性格脾气非常的温和 做事认真负责 而且有热心和善心 乐于帮助身边的人 往往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赖 人缘非常的好 同时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常有意外之才入障 这是第一颗极致 眉里藏珠 第二个是发中藏痴 头发里面藏痴 发中藏痴 像图片当中看到的 像学当中 痴长得越隐蔽越好 如果是一个人头发中间长痴的话 那么这个痴成为 闭月修花痴 非常的好听 长有此致的人 这种人大多数祖孕非常的好 家中人比较殷实 生来具有好运气 而且能够得到家中长辈的庇佑 遇到问题的时候 身边总有一些贵人 及时的出手相助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这种人的横财 与你非常的旺 挣钱比较容易 只要多加努力一些 一生富贵不用愁 如果是心地善良 可以恩责子孙 一代富过一代 这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头发里面藏痴 藏得越深越好 第三个是地库有痴 地库是指下巴 而且地库是嘴角两侧 稍微往下边的这个地方 那么代表一个人 藏金纳银的能力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领导力 和晚年的运势 如果是一个人地库 长痴长黑痴 比较急黑发亮的 这种痴一般 长在地库的话 代表很有领导潜质 左侧能挣钱 右侧能掌权 善于积累财富 能够过上富贵 有无忧的生活 男人有此痴 命中有横财 女人有此痴 妄夫又妄财 这是非常不错的 晚年的财库丰隆 身家雄厚 第四个是后脖子有痴 如果是一个人的脖子后方 有痴的话 成为靠山痴 也叫聚腹痴 代表一个人的背景和贵人 长有此痴的人 一般形式稳重 为人低调 不喜欢张扬 喜欢这个做事比较踏实 以前古代的时候 有个巨腹 这个脖子后面 就长了一颗靠山痴 也叫巨腹痴 属于那种 老踏实地的实干家 很有理想和抱负 无论做什么 都能做得非常出色 容易受到领导和长辈的 赏识和器重 贵人运非常好 命中横财较多 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这是巨腹痴 也叫靠山痴 第五个是锁骨有痴 锁骨是一个人身上 比较重要的部位 连接的人的前胸和胳膊 能够反映出 一个人的命格如何 如果是一个人的锁骨 长智的话 那么这种天生 头脑聪慧 反应力非常的快 给人一种 非常灵气十足的感觉 这种人大多数 情商都非常的好 说话总得把握分寸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因此身边这种贵人 还是比较多 关键的时候 总有贵人相助 男人如果是锁骨有痴的话 一生大富大贵 女人锁骨长痴的话 当然前提是极致 就容易嫁贵妇 这是文论男女 锁骨有痴 都是非常不错的 第六个是手臂上有痴 如果是一个人 手臂外侧 当然图片当中是 外侧中间长痴的话 在相学当中 叫壁垒 如果是智商 如果是再长个毛 叫铁树开花 在相学当中 叫铁树开花 有招财进宝之意 长有此致的人 一般性情非常的稳重 做事稳健 思想方面比较成熟 而且头脑聪慧 善于思考和学习 应变能力比较强 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的事情 有很强的执行力 在事业方面的发展 是比较顺利 而且眼光独到 善于发钱商机 非常适合经商 当官当然是晋升比较快 经商是遍地是财 一生富贵 这是手臂外侧长痴 如果是有毛的 是铁树开花 有招财进宝之意 第七个是脚背上有痴 一般来讲脚背和脚底的痴 都称为脊痴 脚踝脚后跟 脚趾头上面的痴 一般是胸痴 如果是脚背长痴的话 称为隐痴 在项学当中 有左财右官之说 意思就是说 长在左脚背的痴 更有利于财运 长在右脚背的痴 更利于官运 这种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 为人八面玲珑 心思也非常的通透 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 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不论是经商还是进入官场 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早晚能够富贵 早晚能够养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